朋友跟我说小岛你的格局太小了 讲来讲去都是各种岛 什么香港岛,新加坡岛,台湾岛 一点都没有国际观 我表示很生气 今天就说个大的 咱们就来讲讲联合国五大超级流氓 不但要讲还要骂他们 谁让你们都是流氓呢 为了防止各大流氓太快找到正义的小岛 我决定先给流氓们取个代号 他们就是白头鹰,红兔子,大毛熊,约翰牛,与高卢基 1945年带着一对弱鸡的白头鹰 和大毛熊的爸爸 老毛熊凭借着强大的武力 打败了邪恶的周星国联盟 那时候的兔子家的化石人 还是红兔子的大哥蓝兔子 蓝兔子约翰牛和高卢基 凭借着顽强的韧性 屡败屡战屡战屡战屡败 终于等到队友发力 躺着赢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白头鹰老毛熊商量了下 说要不咱们成立个联合帮吧 也给小弟们立立规矩 防止以后又一不小心 把我们这些大哥拖下水 老毛熊说行啊 不过规矩怎么定呢 老鹰眼睛一转说 要不咱们玩一人一票的民主吧 毛熊怒发冲冠 说掉你老木 全世界我也没几个穷兄弟 举手表决 让我老毛熊自裁呢 我不是挂了 老鹰一看没办法 只能说要不这样吧 咱们成立个长老会 长老拥有一票否决权 我们就一块做最大的流氓 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又爱牛一听急了 说老鹰 我可是你前爹 让我也进吧 高卢基也兴奋了 说老鹰 你当年和老牛分家的时候 我可是出过力的 虽然你们的大兵来的时候 我们的妹子正在招待敌人 但是我们口头上没有认输 老鹰一听就说 算了 既然你们这些弱鸡都想进来 干脆让蓝兔子也进来吧 毕竟蓝兔子现在的当家人老婆 可是我们老鹰家教育出来的 于是所谓的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出现了 五大常任理事国 只有老毛熊一个 是红色共产国家 蓝兔子家 虽然老百姓穷得比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 但是好歹各种军阀割剧 勉强也能算得上欧洲封建制了 而光头蓝兔这一只 是完全紧抱老鹰大腿 老毛熊心急如焚 咱们共产兄弟还是太少了 蓝兔居然不把满洲割让给我 竟然离我够近 先从他的墙角挖起 这里有一只红兔子 个人崇拜搞得不错 就其实是他了 蓝兔子继续保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传统 屡战屡败屡败屡账 花了四年时间从北败到南 一路逃到了台湾岛 红兔子因为家里没有船 只能放弃追杀 顺便说一句 在台湾岛上的蓝兔子 继续保持了传统 现在岛上已经是绿兔子化室了 蓝兔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希望绿兔子能够珍惜他们 因为没有了蓝兔子 你们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弱的对手了 红兔子家的船已经造好了 老毛熊本来以为收了个超级打手 没想到红兔老大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我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老大 老鹰一看有机可乘 一脚踢开了蓝兔和红兔没来眼去 终于在1971年 红兔正式替代蓝兔 成为了新的五大流氓之一 而从二战结束起 老鹰与老毛熊就一直有理念之争 从地球一路争到月球 终于到了1991年 老毛熊撑不住了 毛熊家族分家 大毛熊继承了主要的家业 也继承了大流氓的位子 自此 五大流氓国全部凑齐 时至今日 这五个大流氓有多强呢 他们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将近一半的经济总量 最可怕的是 拥有近乎百分之百的高科技武器 百分之九十的核武器 以及中远程导弹 航母等等 可以这么说 任何非朝人理事国 都没有能力挑战他们 而一旦这些流氓们联手 那么即使全世界的非五常国家 加在一起 也没有办法战胜他们 这五大流氓到底有多流氓呢 先从大毛熊家说起 毛熊家的历史 就是一个领土扩张的历史 不谈其他被灭到的小国 光从兔子身上 毛熊就咬下了超过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整个印度的面积 也才380万平方公里 红兔继承蓝兔家业的时候 曾经说过不承认任何和帝国主义 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这也是后来被永久割让的香港 能够回归祖国的基础 但是谁让老毛熊实力强呢 89年兔子家首都发生了点不愉快 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都开始封锁兔子 91年时大毛熊虽然元气大伤 但是兔子过得更加辛苦 趁着这个机会 毛熊和兔子敲定了边界 吃下去的几百万平方公里 终于彻底名震言顺 当然了 那些地方毛熊已经经营了很久 兔子家的人根本也没几个 想收回来也没办法 大概就和台湾岛上的人民 看着秋叶海棠图 考虑要不要收回湿地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放弃了也就放弃了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但是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就厉害了 2014年3月16日 克里米亚地区举行了全民公投 97%的民众投票支持脱离二毛 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大毛熊 西方国家认为此次公投 有为法律 不承认其结果 而与此同时 大毛熊则发表声明 称将会尊重克里米亚的决定 如果领土问题都能这么操作 那好多复杂的事都很容易解决了 台湾岛只要来一次公投 说要加入美国 立马美国第51周就出现了 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来一次公投 立马中国也能在东南亚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当大毛熊从二毛熊家 公投走克里米亚的时候 第一时间全世界都蒙圈了 21世纪了还能有这样的操作 然后联合国开始投票了 第一次投票是关于克里米亚公投结果 不具备法律效应 西方成员国一致投赞成票 毛熊动用了否决权 流氓兔潜水投弃权票 联合国大会赶紧又对另一项决议进行了投票 要求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克里米亚的任何国际地位变化 投票结果与上一次相同 西方国家投赞成票 毛熊投反对票 兔子继续弃权 要我说 就是以老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聪明 干脆开个投票 投承认克里米亚的地位变化 然后再否决 这时候后来居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克里米亚真的就成了流氓熊家里的一部分 像咱们这样成熟的人 当然知道原因不是因为克里米亚公投 而是因为毛熊是大流氓 但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人 当了真 哇靠 原来公投下就能独立 咱们独立不了 原来是以前的方向搞错了 于是在2017年的时候 搞了个公投 宣布建国 然后西班牙就取消了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权 顺便把独派领袖扔进了监狱 前后不到几个礼拜 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结束 这一回老硬币兔子放话了 说反对分裂国家破坏法治的行为 这话啥意思 其实就是加泰隆尼亚的独立关我屁事 上回因为不想得罪毛熊 以后台湾西藏要独立 就是分裂国家破坏法治的行为 毛熊赶紧上来补刀 兄弟你的意思我明白 看我来表态 加泰隆尼亚的问题是西班牙内政 希望双方通过在法律框架内对话解决问题 兄弟你看我们都承认一种兔子 下次你家要是有事就按这个标准来 兔子前后的两次不同的表态 加上了兔雄友谊 西方国家也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 定下了基调 只剩下加泰隆尼亚的政客们在风中凌乱 为什么我们的剧本前面写的一样 后面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因为你不是大流氓啊 约海牛和高鲁基因为最近几十年越混越差 基本成了在老鹰后面的小流氓啊 在老鹰的带领下 2003年的洗衣粉事件 无疑是把流氓本色发挥到了极致 2003年2月5日 老鹰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拿出了一瓶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进行展示 他告诉各国代表 这瓶试管中的白色粉末 就是伊拉克搞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证据 为了防止化学武器危害人间 正义的老鹰要进伊拉克境内搜索证据 约翰牛和高鲁基马上举双手表示赞成 流氓兔那是一如既往的鹰 不赞成不反对 你们爱干啥干啥 萨达姆这老小子也是有点膨胀 居然欺负年轻的普大帝 取消了两个和毛熊家的大订单 失去了唯一一张否决票 结果就是老鹰和他的小弟们 去伊拉克搜索了一遍 啥也没搜查出来 其实化学武器这东西 基本上只有几个大流氓和小流氓能开发的出来 伊拉克啥技术都没有 你指望一个挖石油就能发财的国家有什么技术 但是在搜索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伊拉克政府军的阻碍 然后伊拉克政府就没了 老鹰之所以要向伊拉克动兵 主要原因是因为萨达姆在海湾战争失败后 开始公然挑战美元霸权 在1999年欧元出现之后 萨达姆更是高调的宣布 将用欧元来替代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一旦这样的举措成为现实 老鹰家的经济利益将会遭受巨大的威胁 所以萨达姆垮胎和鲍威尔手上拿着的白色粉末 没有一毛钱关系 不幸你让鲍威尔去兔子家查查 他当着几百吨的化学武器的面 也会说那是面粉 2014年法国媒体对普大利的一次采访中 谈到大毛熊拖二毛熊的土地 普大利上头了 说TMD你们拿出证据来 上回你们出示的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证据 就是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管 里面搞不好是洗粉 这下一不小心把流氓间的默契给戳破了 你们揍伊拉克的时候 我可没说话 凭什么我墙底我兄弟家的土地 你们就不停的逼逼 再废话老子就翻桌了 然后咱们得重点说说流氓兔了 如果说老鹰是想要装得像绅士的流氓 有时候面子上还要顾一顾 毛熊则是像土匪夺过流氓 约翰牛和高卢基现在已经沦为小流氓了 只有流氓兔算得上是流氓里的流氓 我们从小往大说 兔子的语言能力特别强 流氓和土匪的区别就是流氓比较有文化 BP-12A是兔子推出的外冒型弹道导弹 弹头重480公斤 条约限制500公斤 射程280公里 条约限制300公里 完全符合国际相关规定 只是关于这种导弹的使用说明书里面 有一张是专门教客户如何拆掉导弹里面的一些无关的零件 用来装更多的炸药或者燃料 而且兔子做生意不断钻空子还没底线 两一战争时期 兔子在家拼命造军火 两边收钱 又是不支持不反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老鹰想要退出WTO的原因 兔子这么做生意 那就是让别人无路可走 做生意赚钱这些还是小事 最厉害的还是领土问题 和毛熊直接抢不同 兔子家讲究的是穷则搁置争议 达则自古以来 九段线是直接划到别人家门口了 日本冲之鸟礁被日本称之为冲之鸟岛 要求获得12海里的领海 兔子严正抗议 但是兔子把海拔-3米的增母暗杀 当做领土最难端 那-3米是啥概念啊 就是你开个小船就能直接从上面过去了 只可惜马里亚那海沟不是兔子家发现的 在领土问题上 兔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质疑 没有固定的标准 所有的标准都是按照自身的实力 和对手的实力而定 比如说宇宙宗主国想和兔子谈黄海划分 说咱们按海岸线划分吧 兔子说不行 咱们按中间线划分 我们先搁置争议 现在我的军舰还不够 补给也比较难过去 你们就等我把航母弄好了 在那边多舔几个岛 到时候我再来给你们上了历史课 韩国也不傻 一直不同意兔子的提议 然后有一天兔子又提议 要不我们各自退让一点 各自画一块地 作为大家共同的金居水域 韩国想想 整天这么顶着也不是个事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自然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顺领成章 很快就确定了 共同拥有的金居水域的范围 然后韩国人猛然发现 原来退一步就是灭顶之灾 因为韩国的渔船 根本捞不过兔子家的渔船 兔子动辄几千艘渔船 呼啦啦的扑过来 聊聊几艘韩国渔船 能抢到个啥 日本也知道充值鸟礁太小了 在上面建了一个 微型直升机升降平台后 开始建岛 但充值鸟礁不在日本领海范围内 按照规则 它们不能造人工岛 不能造人工岛 我们就用自然造 日本准备了大量资金 采集了30万个珊瑚蟲卵培育 辛苦培育了三年之后 终于可以种植到充值鸟礁附近 然后莫名其妙的 猝不其防的 悄无声息的 一种生长在南半球的籍贯海星 突然出现在充值鸟礁附近 平均一只海星 一天可以吃掉两平方公尺的珊瑚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至于南海上兔子家的娇现在是这个状态 停个几百架飞机是没问题的 成本比航母低的多 兔子就和现在的渣男一样 总是说我就在外面蹭蹭 结果越蹭越深入 慢慢就不跟你讲各自争议了 光说自古以来 大家不难看出 这些超级流氓国一旦跟你耍起流氓来 小国家根本就没法挡 可能有人要问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制衡这些流氓呢 我想给一个很直接的答案 基本没有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流氓打流氓 从联合国成立以来 武昌都在其他国家发动过战争 老鹰甚至90%的时间 都在别人的国土上发动战争 但是武昌之间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战争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默契 许多时候他们甚至在打配合 就像南海问题 兔子在南海的根越扎越深 资源越采越多 老鹰几个月过来表演一次 收拨保护费走人 对于南海的小国来说 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要么跟兔子合作 开采资源 要么给老鹰交保护费 很多国家两件事情同时在做 因为生怕哪一天 连合作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里面老鹰赚最多 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有钱 兔子其次 怼在别人脸上开发资源 最惨的就是这些小国了 资源兔子采了 兔子给的钱 还不一定够给老鹰交保护费 仔细一品 是不是有一些不对劲 其实这就是现实 许多时候我们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表象 就像川普表面上每天在打压兔子 台下和习近平却是好兄弟 习近平甚至表示 希望川普再做四年 并且愿意为这个兄弟 采购更多的农产品 如果不是川普的顾问波顿反水 作为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 千万别同时把五大流氓给得罪了 这事占9分 还有一分 看你的实力 剩下的90分就是运气了 最后用一则 以国家领导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印度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核武器 武昌一商量 这可不行 给印度到时候拿着核武器 想要成为第六大流氓 这样吧 兔子你帮巴基斯坦做核弹头吧 结果这事被北非小国利比亚知道了 卡扎菲更是不知道 怎么搞到了巴基斯坦核弹头的说明书 居然他们是中文的 我都不知道兔子要怎么解释 结果老鹰发话了 说你懂什么 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 出现在南极都很正常 利比亚又想在北非搞金融 得罪了约翰牛和高鲁基 北非金融可是他们的特权 卡扎菲这货也是忙 又想让石油脱里美元计价 老毛熊还在的时候 他本来是跟老毛熊混的 一看老毛熊垮了 他也投告了西方 大毛熊也是一直没找到机会整他 结果这次齐活了 五大流氓得罪了个遍 然后卡扎菲就被打死了 所以说有个能在联合国 替你投否决票的流氓做朋友 有时候是可以救命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了 我们下周再见